Hello大家好,我是老树 今天想跟大家 好像 小了一点 大家觉得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说一下,我的体重反正最近瘦了20多斤这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今天是一个月零一天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减肥的这些事情 过去的这个月 是我姐姐给我报的 就是叫 减肥工作室吧,就是一对一私教吧,就是这样 有专门的教练来告诉我做哪些动作要干嘛,然后吃什么的要告诉给他 然后进行一个反馈,然后不能骗他 就是这样 就是我入口的东西都要跟他说 例如我吃的什么煮鸡蛋 然后喝了多少水 都要跟他讲 然后呢 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瘦下来了 我不想跟大家说 这我就跟大家谈的这一句的感受 我不 我不会跟大家说 我 要大家报什么课 什么减肥营业 什么卖货 这些都不会有 以后 现在不会有 以后也不会有 但是 这个我要说一下 因为以前我是做记者的 对于很多东西 我都会去 好奇 我也会去研究 带货 肯定 以后会大一点 要生存 要生存 但不一定 但绝对不会去带什么减肥的 这方面的 B站最近还跟我 发了一个 是什么 一个火锅 还有一个什么 蛋白粉 那个东西 我现在就可以讲啊 我是绝对不会说 吃了这些东西瘦下来 我还是像探店一样 我美食博主 我减肥也是为了健康 能够 长久的吃 能够长久的吃 因为我发现没有300斤 60岁的人 因为他已经死了 这就很可怕 我以前还在想 哎呀我300斤没关系 我现在年轻以后就慢慢瘦下来 什么什么呀 但是你的器官 你的器官受不了 对吧 心脏 它是有寿命的 而且你负荷太大 就像有的时候 我会气喘吁吁 会大喘气 其实就已经很累了 然后有时候心脏 就是运动的 多一点之后心脏会 吐吐吐吐吐吐吐 我就知道我不能动了 那 我后面怎么办 就像我跟我女儿说的 对吧 人贩子来了 我都跑不过人贩子 也打不过人贩子 怎么办 所以我就觉得 减肥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也特别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 我的姐姐 我的 当当姐姐 给我报了这个课 然后去学习 我 就会把我掌握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我也会记录我的减肥的视频 就不说话 做了哪些东西 我全部都有记录 每天做了 每个动作都是四组 四个唯一组 有时候会增加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能是两组 可能是四组 看我当时的状态 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每天吃什么 我也拍了 因为 怎么说呢 吃的都是我自己 自己买回来 自己买菜 自己煮 自己做 我妈妈给我做 有时候我自己做一做 有时候偶尔在外面吃一点 太油了也要顺水等等等等 这个太多了 以后慢慢的说 我就是想跟大家讲讲 这一个月的一种感受和一些故事 首先我跟大家说 这一个月我是差不多 运动两天休息一天 运动三天休息一天 因为有时候确实有自己自己很忙 身体有自己也受不了 是这样一个频率 然后每天呢 就是 一般就是早上十点钟去 然后 走 8分钟 走路 走路 坡度是 8 我先头做不了8 我都是6 我 到了20几天才是8 坡度是6 速度是4 然后就这样 快走 这样快走 快走不是跑啊 千万不要跑 膝盖受不了 我到现在也都是走啊 我可能 我跑了会跟大家讲了 一直都是走 我们那个地方都是走 走完了之后呢 就跟着教练做动作 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觉得很费劲 很酸 很疼 然后就好一点 然后坚持 坚持坚持 然后做的就是 听话照做 我刚开始的时候 吃这些东西我也可以 因为我讲了 我有过减肥的这些习惯 吃的清淡 我是可以的 我本来就很爱吃 什么花甲呀 黑虎虾呀 鸡尾虾呀 鱼呀 煮的鸡蛋白 我也很爱吃 蛋黄不能吃啊 我也很爱吃 就是这些东西 我是OK的 然后 吃的清淡 少油 少盐 然后 多吃青菜 青菜我也很爱 深的青菜 然后那个 沙拉酱 就不对 就 我也很喜欢吃一些 酱味道重的 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对 健身教练跟我讲过 这个原则 大家可以记下笔记 第1个啊 第1个 要少 辣 就是少盐 少油 少 然后多 要多喝水 喝水会增加你的代谢 大家身体 我的 知识很匮乏啊 这些相关的知识大家可以去 自己查阅或者去了解啊 我只跟大家说我的感受 就是你的血液要流动 在你身上各种 是就像一个高速公路在走 你喝的水足够多 它才走的 走的快 代谢 就像你的身体有很多油 你也要用很多水去涮它 对不对 我也不能 喝洗洁精 对不对 喝洗洁精又伤一些东西 这是一样的道理 减肥没有洁净 减肥就是一个循序津进的过程 然后呢 多喝水 少油 少盐 然后清赖 多一些水煮 其实有我们家也就是这张车的有 盐也就是这张车的盐 没那么讲究啊 如果我那么注意自己的身材 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又有钱 我也不会涨到300斤 真的就是穷和 不要脸 就是我真的不要脸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这次想解为 第一次找到了方法 哦 是这个样子 因为 你没有判过的人跟我说的话 我都不信 我认为 不信 就没有 不信 我既然去了 对吧 我姐姐也花了钱 既然在那里跟我说过的 他肯定是为我好 如果我真的还胖了 他也工作估计也没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清淡 然后 水 就是 白水煮 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吃 朝上火锅 牛肉火锅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等一下 我我我我画了图 我还专门看了书 看见没 超级认真 想要这个图的话 观众部的公众号 武汉星期天 然后输入 减肥 然后就会弹出来 这些很有用的知识图 就是少油少盐 然后呢 要适量的吃 奶制品 豆制品 就是鱼 肉 虾 蛋 奶 这些东西要适量的增加 像我以前 在牛奶这方面就不行 然后 鱼 我也不爱吃 因为有刺 然后我们家的人都是烧的 就很油很咸 然后再就是 水产 还有 各种肉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像我爱吃的花甲等等 其他的我会系统学习 再跟大家说 因为我现在还是胖的 就是我会遵照这一个系统来 来受 相对于我现在是 立一个 我不想说我立一个FLOG 我在未来 这个半年再过个五个月 我又可以瘦个七八十斤 我这个很噱头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 现在掌握了方法 我把它分享给大家 而且我现在还这么胖 我现在还此时此刻是 289斤 对吧 我说这句话 大家很想 你这个胖子 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剪掉了水种 就在这里得死 我继续说 然后那个水果 还有蔬菜 要多吃 特别是蔬菜 要多吃 最后一个地方就是 吃的最多的一个就是 古物类炸 炸豆 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个地方 也要吃的比较多 整体而言 一个理念就是 少油 少盐 然后要控制 糖 要控制糖的摄入 要 尽量的是不喝酒 然后吃和冻要平衡 健康 那本书 中国 中国善事指南是由中国 食品协会 出的一本书 一共458页 我 我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他其实讲来讲去就是 就是讲了这些 然后这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自己去看 大家都 超胖的 超胖的 就不说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不愿意看体重 再一个蔬菜 要多吃 然后 大豆 奶 鱼 也要增加 有人说我不爱吃鱼 我就爱吃肉 No 适量的鱼肉蛋 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食物要有多样性 古类为主 古类不是说的米饭 米饭是属于精细化的古类 大家就是要吃一点粗一点的粮什么藏什么藜麦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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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麦啊 就是看起来加工比较粗糙一点就像我比较粗糙的一个人 有时候不能太精子 我 我即便瘦下来 我也不会成为健身博主 练一身 健脂肉 我也会保持健康啊 那些腹肌肌什么的我要是能有当然更好 但是我不会去 极度的追求那一个我就是因为太认真的把美食博主当回是我才迟到了300斤 总要去研究啊 不浪费食物啊 不浪费食物怎么没毛病 你研究你不能填在这外面吃啊 你不能 没一条街没一条巷你都去吃一下 吃一下之后就 大家之前看我那个下巴吧 双下巴 对吧 把我的颜值封印住了 我说了 我昨天还跟知名的一个发行师小绿群发了条私信 别人说我长得胖 说我肥 说我丑 我都可以接受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真的很peace 很和平 但是你说 长得不帅 我是不服的 我是靓仔的 我只是被脂肪包裹住了 所以我把它脱掉 我也希望 镜头那边的你也可以把 脂肪脱掉 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多一个 帅哥 美女 为什么不是你呢 再就是每天要有12种以上的食物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种类并不难 特别是很多食品添加剂 我觉得一天吃了个三 二三四种都有 再就是 每周25种以上 它这个是2016年的标准 今年估计无非这是多一点 2022版 22版的益子还没出了 我一直想买这个书的 所以先把16年看完了 然后各种古类 古物 总之就是 大家要吃的 这个符合一点 然后水要多喝 水要多喝 然后你看 我这里有一个 我还画了一个表 这个 这个是正常一点的 其实 应该是宝塔型的 就是 像我们皇后楼宝塔型的 上面是 上面是 上面是油盐 要少一点 下面呢 就是奶制品 豆制品 鱼类 然后各种肉 各种水彩 再下面一点就是蔬菜 蔬菜一定要多吃 在最底下 就是各种各类的古物类 鼠类 鼠类 这些知识 那些 博主讲的比我好 我就跟大家讲讲 我们 听了这个方法 在掌握了知识之后 比对一下自己要学以自用 你再看 我画了一个这是我的 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 油盐 油盐 就这个地方啊 我的油盐是很多的 很多 然后中间呢 蛋 鱼 豆 类就 就很少 然后在下面 坚果类 什么 这些肉 吃的又比较多一点 对吧 其实我吃的肉不多 在底下 蔬菜 其实我的蔬菜 吃的非常小 这次吃成了一个小蛮腰了 看见没有 吃了一个小蛮腰了 吃了一个小蛮腰了 然后再就是 米饭我吃了很多 包括 各种碳水的什么土豆啊 什么 那个 热干面呀 碱面呀 豆皮呀 糯米呀 这些吃了很多 而且它都是已经精细化加工的 很精细化了 你的胃部不用怎么去消化它 这叫精细碳水 然后谷物呢 几乎是零 我也没有吃什么藜麦 也没有吃什么烟麦 我的天了 所以我的这个底下 吃的太 精细碳水了 太精细了 精细的猪猪男孩 然后吸收能力又好 然后呢 蔬菜又吃少了 水产又吃少了 肉又吃多了 鱼蛋又吃少了 然后油盐又拉满了 所以我这个 就像一个 对吧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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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小满摇头 巨重 脚 脚又巨巨巨大 又多了 别人本来应该是个 宝塔 所以这就是 错误 那么我们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吗 一个这样子的 和一个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把油盐降掉 所以我现在 就少油少盐 对不对 少油少盐 然后呢 增加鱼 在这一块 把鱼 还有奶 奶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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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双喵 就牛奶 托子 牛奶 然后增加 然后多吃一点点鱼 白肉 多吃吃一点 虾类 我爱吃的花甲 多吃一点 你看 海边 粤菜 这边的 朋友 他们的饮食习惯 白子眼鸡等等 所以他们那边的胖子 就少一点 因为他们吃的 清烂 吃的这个 吃的这个怎么说呢 清烂一点 然后少一点 然后科学一点 所以 胖子没有那么多 我妈妈是上海 上海那边的 我爸爸是东北那边的 像东北那边的就是可能这个 鼠类 然后骨类也是吃的比较多 然后鼠类可能也是 这个这个这个面食吃的比较多 呃其实也还好 也是很健康 但是武汉就不一样 武汉你看油炸碳水 各种碳水 所以各种碳水码头文化吧 对吧 码头文化 各种碳水 然后 又怼饱 然后体力活要做少了 但是饮食的这个东西 遛水下来了 有点心疼我自己 而且 健身教练也说了 碳水是最好吃的 特别是油炸的碳水 油条 酥脚 哇酥脚外面还加一个 那个粉 甜甜的 哇像雪花一样在里面打滚 对不对 麻园 极关脚 油饼 豆皮 哇靠 油 煎 蛋皮 蛋皮 然后再加上 糯米 然后还有黑胡椒 笋丁 肉丁 香菇 猪肉 卤水 哇 在空中飞舞 热干面 芝麻酱 然后面的口感是碱面 面的口感是 软的 然后面是泼了油的 晾干 对吧 吹干 然后再烫一烫 这个面外面有一层油 精致 碳水 又有一层油 哇 再加上芝麻酱 它能不好吃吗 它肯定好吃啊 所以 我总说嘛 在武汉 来旅游 要胖个几斤 所以 注定了 我们如果武汉人爱吃武汉的这些过早 它肯定体力的运动要增加 大家多走走路 多动一动 吃完了多站一站 真的很好啊 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如何吃 再后面就是说一说这个就是科学的吃 还有一个 我以前啊 去研究 一些套餐的时候我总觉得别人的两日餐三日餐 给的不够我还总说这个分量少了 其实我现在 冷静下来痛听失痛的所有一个事情 其实有时候不是所有的商家 他的量少了其实有的也是量少啊 有的也是量少 我不会为商家讲话的我讲话为了广大的 受众 记者出身 我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胖子太能吃了 真的 我自己也是胖子我现在也290对吧 这个视频 是方便以后大家会来考古的 比如说花生 一吃一把两把 其实花生吃个三四颗 就是很科学的 但是你吃多了就不行 瓜子吃多了也不行 鸡架 啊吃一个鸡架 再来一串 别的 再喝个饮料 哇这个热量 这个甜度 就不说了 就真的真的 我 我也不是自觉坟墓啊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美食博主 对不对 我以后还要在这房间混的 我以后 我以后还要摊店的我自己也要去的 我就是想说 嗯 我们可以把这些结构 和 量变得科学一点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 嗯 我这样说肯定有点不好 但是我还是得说 比如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的路边摊 你会发现路边摊上没有卖 没有优质蛋白 什么叫优质的蛋白 比如说 虾 各种各样的虾 鸡尾虾 黑虎虾 红虾 熬虾 等等 这路边摊子不会卖 刺身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田虾 小青龙 这更不可能 只要在自助餐 人均 300以上 200 200 以上 才吃得到 对不对 其实你会发现 路边摊 他卖的那些 我们不说什么垃圾食品 他第1个特点都是 油 盐 拉满 油炸 拉满 麻辣汤啊 小杂垫啊 烤垫啊 他都是用很多的油和盐 然后去 让它好吃 然后 这个要说的一个 面筋呢 就 这个可以吃 大家少吃 然后我指的啊 我指的多半的是过胖的朋友 因为过胖的朋友 哎呀 他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 吃多了 就是我就吃这个东西吃得过了 长胖了呀 我去年一年 健身房 我真的很认真 有我微信的啊 或者是 长期关注我们公众号的也知道 我那个 去年的 11月 我耗到了两毛吧 88块钱 有两个月的泳 60天 我几乎天天去 我游了50多天的泳 因为这个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游了50多天的泳 而且还是 开车坐地铁 去中野南方那里游 那个 卖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对吧 那个楼里的去游游 也没怎么烧 那个里头的扫地的大叔还总是鼓励我 呀 天哪 可以啊 烧一点 其实 真的没烧 就是因为我游了泳之后 有时候 有点可爱 算了 今天放纵一下喝个可乐 游完泳之后觉得 哎呀 讲了自己一下 真的好饿啊 吃个热干面 只吃一半 讲了自己 反正 我真的是惨了 我真的是惨了 真的饿了 有时候叫都睡不着了 分泌胃酸过多 有时候也会对身体不好 我 我最近 这种感觉 就像我现在也会饿 我最开始的时候饿 我真的很饿的 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调节好 我就去麦当劳做一做闻味了 因为我家门口就要麦当劳 闻味了 闻了之后就没那么饿了 然后就回来吃点 鸡蛋白 吃点鸡蛋白不要吃蛋黄 然后 我也很喜欢吃生菜纸甘蓝 哦对了 就是大家 不是带货啊 不是带货 我会把上面蒙住的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这种 零纸 应该叫 零纸油醋汁吧 没有双标啊 零纸油醋汁 我这一壶是五斤 多少钱 十块钱吗 我不记得了 大家自己去选啊 我说了我不带货 就是 给它调调味 你不能 很多的酱啊 沙拉酱 热量也很高 我说了 不能吃 还有 还有很多人 这些 具体的问题以后再说啊 总之就是甜的 几乎不能沾 然后 黑咖啡可以喝 茶叶可以喝 托子牛奶可以喝 也都是适量 托子牛奶也不能当水喝 这个咖啡 黑咖啡可以当水喝 它又苦又涩又酸 我跟你说 人就是这样 你 你只要对自己 狠一点 自律一点 你一定会瘦 就像我这一个月瘦了二十四五斤 我如果不是去这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得了糖尿病 还以为我 得了真的是得了什么绝症突然间暴瘦下来 真不是 就是 通过热量擦 减肥的核心就是热量擦 热量擦 然后 吃东西干净合理 科学 再加上 适量 科学的运动 不要把自己弄伤 坚持 一定会瘦 然后称体重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家那有一张表 我写的 我等一下 在那个门后面 那张表 它有一段时间 掉得很快 有一段时间又不行 然后现在又到了掉得很快的时候 可能过几天又不行 又会停在一个地方 我跟大家 这就是健身教练 如果不是看我这么努力 不会说的话 我说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技巧和方法 大家不会把看家的本领 交给你 但是健身教练还是忍不住的讲啊 他说就是 你的身体在出现变化 和你要面对一个 全新的自己 蜕变的自己 身体又有一套防御系统 身体它也要 去适应 所以它会有 所谓的你们的瓶颈期 所谓的很多人嘴里的欺骗餐 我这一个月我吃的欺骗餐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那一次我的 自有6个月 瘦了100斤的朋友 他请我吃的烤肉 我也是只吃了一点 蒜水 我们两个人吃了多不多 核心就是要把握好量 你的总量 要吃少 该吃的 要多吃的 可以多吃 其他的 要食量 这真的是科学 这也真的需要 知识 我也在学习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 跟随照做 用我们以前 那个保险里的话 跟随照做 听专业人的话 听他的话 就像我 我记录这些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可以不需要什么切胃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客药 什么减肥产品 什么躺瘦 什么就是 又可以瞎吃瞎喝 我又可以瘦下来 你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瞎吃瞎喝 你又可以瘦下来 那你就必须开挂 什么 针灸啊 什么这些 我不是说这些不对 我没有去做 我没有资格说 我只说我的理解 你我 我自己的这个知识的理解 瞎吃瞎喝 你的热量 就会吃了很多 然后 又不动 你又能够瘦 那你的热量差额在哪里呢 你要不就是 在你体内养了一个小怪物 他把你的热量吃走 那这个小怪物长大了 你要把他掏出来 你这不是怀孕的 你这是在你的体内养一个宿主啊 那他如果不出来 怎么办 有一天把你反思了 怎么办 或者你要把他伸出来吗 这你从哪里伸 如果你是个男的 你从哪里伸 他在你的你的肚子 我肚子很大 我肚子很大 他也很大 他把热量吃走了 瘦下来 我瘦下来 那他大不大 那他大了 你大不大 这个 能量不守恒 这个道理我懂了 我吃了很多 我瘦了很多 然后 他帮我消耗掉了 那他呢 他在这里消耗 在这里消耗 还是在你体内消耗 在你体内消耗 他长不长大 他不长大 哇 你如果是科学家 我谢谢你 如果你 你不是科学家 这个 就说这里 大家都成年人都懂 呃 我 我个人觉得啊 哦 我继续说完那件事情 就是 平台七什么的 就是你的身体 接受到了你的这个新的状态 可我我我可以 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我的 灵魂 和我的意志里我的内心 已经瘦下来了 但是我的身体没有跟上 就是我每天就像未来的五个月 我还是会去锻炼一个小时 跟着 教练锻炼然后再跑 而再走也是 呃 6的坡度8的坡度 速度4 然后走 走 我牵头是35分钟 后面可能是4045分钟 可能会加 可能会加速 可能会加坡 总之就是走 保护好你的膝盖 你不要因为减肥而伤了这些东西 那就得不偿失什么跳绳打弹球 我2011年那一年也是踩椭圆机 就是聪明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人 愣头青把自己的半月板飞开了 我剪下来 我很想听听以前 风罩耳边划过的声音 我要去摸蓝板 虽然我个子不高 我要去摸蓝板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差不多 这些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 哦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要闻 源于你自己的内心 不是说谁给你一个打击 不是说什么失恋了 或者是有很重要的人 如何如何了 然后伤到了你 怎么怎么样 那靠这种方式减肥 那太悲 太悲观了 也不可能有那么多 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希望各位 都是很好的 我指的各位是 体重 超于正常体重 很多的朋友们 其实 你们是很好的一群人 我也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 因为我们可能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不搞黄毒毒 不乱嫖 所以我们就喜欢吃 难道喜欢吃 有错吗 民以食为天 我们来到这个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你真正可以吃的日子 大概就是40年 那天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自己 真的很想哭 你想啊 我们小的时候 吃了很多的东西 在学校 然后读书 是你 你没有办法选择的 不是说 我每人去学校 我有很多的 也不是很多吧 我有一份钱 我可以去决定 我要吃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进打细算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更多的零用钱 都是一种被迫似的 今天食堂 做什么菜 我就吃什么 我没有什么选择 门口的小卖铺 卖什么 我就吃什么 就是 当到真正的 你真正的食物的自由和选择的时候 应该是你到了 你自己挣钱的时候 朋友们 自己挣钱的时候 我自己挣钱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是 大学一年级 在麦当劳兼职 麦当劳的所有产品我都吃过 我也会做 我在里面做了 我在建二的麦当劳 2009年到 2010年 差不多做了一年多 前到半年做的长一点 就是寒暑假 再就是 差不多也是20岁之后 然后 像我爸爸还抽烟 梅牙已经抽掉了 今年应该是60多吧 60 他在我的记忆中一直都是40、50岁 但其实已经 60、23 对吧 他梅牙掉了很多东西 牙口不好吗 很多脆骨他就吃不了 所以 其实对一个爱吃的人 你想 从20岁 自主的可以选择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真正能吃的年纪 说多一点吧 活个80岁 脾胃很好 你也就是吃 60年 而且你后面年纪大了 你如果没有一个 强健的体魄 你也 吃不了很多 后面可能 也是 哎呀生啊 哎呀保命啊 哎呀等等呢 哇大鱿鱼 熬虾 饺子 南州的牛肉面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只能吃 四五十年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健康的脾胃 很划不来 而且我觉得我们身在现在这个 年代 现在 我们的祖国真的很幸福 多的幸福不展开 现在有的地方 阿富汗呢 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 俄罗斯大 这我们都不说这些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 我觉得健健康康的 而且 真的好吃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 有的时候需要找一些缺口 找一个出口一个缺口 去释放自己的一些 压力 最主要的 核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心情 其实如果你的压力很大 你不快乐 你也不好减肥 我 熟知我的朋友知道 其实 这个家庭的变化 不提啊 往事随风 这里就是说一句 家庭的变化 对我的打击真的很大 因为我真的很爱我 我是一个真的很爱家庭 很爱孩子 很爱我身边的人的一个人 大家也可以发现 我在B站 做了五年爱不足 我拒绝了无数的恰饭 因为那些饭都是很烂的饭 无非就是欺负我们粉丝傻 什么一下子要卖 减肥的东西 一下子要卖真肥的东西 一下子要卖 财务的东西 什么教你理财 我做了八年的记者 他是不是想搞你们 想害你们 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都拒绝了 包括还有很多的带货 也可以赚钱 我也拒绝了 我不想掐那个烂钱 君子爱财 取之有大 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粉丝量不够大 包括我们做的内容 可能我长得不好看 没有办法 出现在镜头面前 有一个健康 积极 帅气 的样子 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爱美 我也喜欢 看 帅一点的 帅哥 美一点的 女孩 爱美 很正常 而且大家都美 你不美 你不能怪大家 而且我也很美 我也很帅 只是 我被这些肉啊 堆住了 对不对 之前这里 都很宽的 我如果说出来 我也是大帅 对吧 我也是帅哥 你也是一样 镜头那边的你 我知道可能你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 没有关系 我真的觉得爱吃的朋友是 心宽而体盘 有时候真的 我也经常说 很多的男孩子 胖子 我把这个吃完都很冷了 很多的胖子 身边的女朋友老婆 都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 心地都比较善良 就是 心宽一点 他不会很计较 你会发现身边 胖一点的男生女生 他真的很乐观 他也真的很快乐 因为你如果不乐观 不快乐 你不会胖 因为抑制住了你的一些多巴胺 你也吃不了那么多 你喝不了那么多 就人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 你是没有很多的胃口 你就 会瘦下来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这些方面的经历 因为一些变故 一些 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去说了 对吧 当你 这样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可以抽烟 有的人可以抽烟 有的人可以喝酒 有的人可以哭 我们是男的 有句话不能跟 父母说 有时候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讲 有时候 包括我做成视频 有的人觉得 看我的笑话 我算是真的算是脸皮厚点 我做了五年 我的粉丝没有长上去 还被很多人嘲讽 还有人嘲讽我的 体重 嘲讽我的长相 我都忍了 真的我都忍了 我就是觉得 如果 我知道了 减肥的方法 我一定 我一定一定一定会说下来 我不会说成一种病态的 样子 我一定是 用 吴安华讲 哪也是以身体减着 就是 就是结结实实 而且我知道的方法 我一定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 不嗑药 不手术 不借助外力 就是 我觉得管住嘴 麦开腿 说的是对的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 来扩写一下 我觉得是 科学 科学 饮食 合理的搭配 发自内心的 想减肥 运动的时候 你的每一个动作 你的思想 要融为一体 就像小猪佩奇里 佩奇问猪爸爸说 怎么样才能成为跳泥坑的高手 我当时听了那句话 我当时就流眼泪了 我跟我女儿一起看的那一集 就是 动画是比较搞笑的 猪爸爸说的是 你要学习 跳泥坑 你要记住一点佩奇 你要与泥坑 融为一体 这个是 那你有和 这个 就是说 你要和你的 脂肪 融为一体 你要和你的肌肉融为一体 你去 去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不要想着 好累呀 还有五个 还有四个 还有多少个 你要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 大帅 我是一个 大美女 我只是被这些 脂肪包裹住了 我要把它 剪掉 我要变得 更好 我也不想说我用半年用一年的时间怎么怎么样大家可以关注我这个事情 看看 我能不能 在 每个星期 每个月 你们也不用天天来看我 你们可能过一个星期来看一看我 过一个月来看一看我 小树有没有 变化呀 小树有没有变化呀 各种数据有没有变化呀 就是这样 然后 如果一定要打广告 我就为 生命之源 水打过广告 大家多喝一喝水 多喝水 有助于形成代谢 如果一定一定要打广告 就给我们的蔬菜 给我们的 虾 肉 打打广告 这些真的可以吃 然后你晚上如果真的很饿 可以吃吃 水煮的鸡蛋的白 蛋黄给家里人需要的人吃 实在不行 可以丢掉 他真的内挡物存太高了 鸡蛋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补充蛋白质的一种东西 然后蛋黄 你不说丢掉吧 我每天吃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我妈吃一点 给需要的人吧 不要浪费食物 希望 别人都说视频 想做的短一点 但是 我有点不想结束 我就是想 哎呀 我也不知道后面我能不能坚持 我觉得我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 我希望我也可以坚持下去 还有最后一点对决 这一点一定要说很重要 其实减肥不是结实 不是说我要饿 我要饿 饿 饿多少 然后 怎样怎样 不是的 是 你要合理的去吃 如果你长期的饿 你的胃酸过多 也会得病 对吧 这个 就是这样 调整你的饮食结构 因为这方面的知识我学的还不够多 我现在 正在学 我也想通过我的实践 我也在想 这是不是减肥的秘密吗 我认为是 因为 我减的 我这第1个月减的 减重的这 23斤里面 20斤是吃脂肪 那就说明 我 按照 这个 科学的方法 来了 就是多吃蔬菜 浅的蔬菜 那些 来了 那么 我后面就把它做 睡眠也很重要 睡眠也很重要 就这样 我是 午安心见 小树 我们 下期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